5月14日下午,一场在四川省三家医院举行的5G网络多地联合远程会诊及实施手术演示如期展开 现场通过5G网络,由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龙泉医院,穗宁市中青医院三地同时连线 进行了多地联合远程会诊及实施纤维支气管径手术演示指导 记者看到三家医院连线的画面清晰流畅 在同一屏幕中,可以实现多个点位同步对话 首先进行的是穗宁市中心医院患者的会诊 该院医生介绍了患者病情和检查结果 来自川大华西医院放射科、呼吸科等多个科设的专家 同步通过屏幕看了患者的多项检查报告后 综合各个科室专家对检查结果的判断给出了治疗建议 远程会诊结束后,在线手术演示多受关注 华西医院内静中心的医生对纤维支气管径手术做了实时演示 连线的两家基层医院能同时在线学习 提供了对基层医生培训的效率 在整个手术演示过程中,实现了多个点位同时直播 声音画面都很流畅,没有延时和卡顿 它的清晰度非常高,我们看得非常清楚 包括我们手术演示的时候,静下的图像这些都非常清楚 这个是非常大的优点,和以前是区别比较大 第二点就是低的延时,就是我们这边演示这些的时候 没有什么太大的延时,包括图像的传说,声音的传说这些都是非常快 所以我相信这个5G技术确实是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 据了解,在以往的远程会诊中,存在着清晰度不高 成像湿针,卡顿延时,甚至断线等缺点 不利于及时沟通,尤其是不能在短时间内 保证视频图像传输与操作保持一致 对此,此次演示的5G网络提供商,中国电信四川公司相关负责人黄奎 向记者表示,5G网络相比于上一代网络 具有大宽带,低延时,广连接的优势 它的5G的低试验,它控制在毫秒计 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通过5G实现一个远程的手术 但今天更多的是做的一个手术的指导 后期可能我觉得这方面会有很大的应用 据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院长李维铭介绍 5G在医疗中的应用将推动患者就医模式的转变 未来可真正实现远程手术 实时监控数据变化 实现远程ICU操控和远程急救 5G应用之后将会带来的最大的逻地 那么是这么两个 那么第一个是智慧 一个是互联网医院的逻地 第二个是智慧医院的逻地 第三个还会推动智慧医疗的逻地 对方的逻地